換來看這個台北市 有經路卡和愛心卡的老鄉親 台北市政府要讓你一千五百塊 來協議你的卡片裡面 說是因為三件警戒的旗艦 很多中培都不出門 所以決定要把經路卡和愛心卡 用無料的錢 來送給我們的老中培 由十二月十五開始 到十二月三十一號 危機到四大橋上 也才是美聯社 你的卡片去比一下 就能結出到一千五百塊 還特別邀請到國民阿嬤 丹繡宏來台獄人 請國民阿嬤丹繡宏來講過 台北市政府順部說 拿經路卡和愛心卡的民眾 十一月十五到十二月三十一 進場 其四大橋上 或美聯社可以 結入一千五百塊 警察說這筆錢和中央的經路金 不關閉 如果讓這種長者使用這種無線金交易 變成大家有習慣 這個做很多的試驗 不過國民黨議員 不斷傳達員跟台北市的老大人 沒有中央的經路金 打算你拜三 要通過這個案 國民黨說 一定會想辦法將這個案擋住 議會不得為增加預算是法案 因為這是違憲的 所以你通過還是跟你互議 國民黨台都真強的 現在回來 要進行十四天的紀錄政策 讓政府回憑中央 國民黨是打過WHO認證的疫苗 就入境就免隔離 那我現在是這樣 不分青紅罩來進來 所以這個政策實施起來會搞死人 而且聽說回去他在檢查 他家人有沒有打疫苗兩劑 我騙了 我還是 風野理官已經找不到房間了 就看中央的辦法找其他的空間 來解決這個問題